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网络编程系的视频 我是竹江老师Blu 通过前面的学习 我们已经基本上掌握了网络编程当中 跟HTTP有关的所有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网络编程 除了我们的HTTP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模块 就是我们的TCP IP模块 就是我们的Socket的编程 也就是我们从本节课开始 这样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思维导图吧 首先我们的Socket编程 我们今天先给大家讲解我们的客户端Socket 在讲解我们的客户端Socket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名词吧 我们的HTTP 我们的TCP IP 以及我们的Socket 这三个名词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意思 可能很多同学心里有这些疑问 这里我们就来好好的探讨一下 首先这里就要看一下 网络的一些基本东西了 这里也只是大概给大家过一下 我们整个互联网 它从下往上 其实是分了很多层的 我们最下面的物理层 以及我们上面的数据联路层 网络层 传输层 绘画层 表示层 以及最后的应用层 这是整个网络 从下往上的分层 而我们的IP协议 IP协议对应的是网络层 TCP协议对应的是传输层 而我们最常见的 刚刚才学会的HTTP协议 对应的却是最上层的应用层 所以说其实我们刚通过之前学习 所掌握的只是最上层的应用层 相关的一些网络调用 而我们在实际应用开发过程当中 最常见的除了HTTP协议 还有我们的IP协议和TCP协议 这两者我们都合而为一称之为TCPIP协议 也就是我们的网络传输层协议 这个协议相对HTTP协议来说 更加底层一点 我们的HTTP协议在我看来 就是TCPIP协议的再次封装 我们学会了它封装以后怎么用 那么我们在没有封装之前 如此关键的TCPIP协议 也需要掌握它如何来使用 我们的TCPIP协议 它就是我们的网络传输层协议 主要是解决数据如何在网络中传输 请注意 它解决的是数据如何传输的问题 而我们的HTTP协议是应用层协议 它解决的是如何包装数据 一个是传输 一个是包装 关于TCPIP和HTTP协议的关系 网络当中有一段话比较好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传输数据的时候 可以只使用传输层 也就是我们TCPIP协议 但是那样的话 没有应用层就无法识别数据内容 你只负责了传输过程 传输完成以后 你如何来包装 如何来展示 你识别不了 如果你要想让你是传输的数据有意义 那么你传输完成以后还要去包装它 然后必须用到我们的应用层协议 这就是整个过程 而我们平时又说的最多的Socket Socket 它又是什么东西呢 套节字Socket 实际上Socket就是对TCPIP协议的封装 Socket它本身并不是协议 它只是一个调用的接口 也就是我们调用的API 通过我们的Socket 我们才能够去直接操作 使用我们的TCPIP协议 实际上Socket和我们的TCPIP协议 它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 因为我们最开始 我们的Socket套节字编程 在设计的时候 它也希望能够适应其他的网报协议 所以说我们的这里的Socket和TCP 协议它两者没有直接关系 只不过这里的Socket出现了以后 它提供的一些API能够方便我们更加 方便的调用我们的TCPIP的协议站而已 是对TCPIP协议的一个抽象 从而也就形成了我们常见的一些基本函数接口 Create Listen Connect Accept Send Red Write 等等 这是一些常用的接口 还有最后一点 网络当中关于Socket和TCP协议又有一种说法 也方便大家理解 TCPIP协议只是一个协议站 就像操作系统的运行机制 它必须要有具体的实现 同时还要暴露对外的操作接口 这个就像操作系统会提供标准的编程接口 比如说我们的Win342编程接口 对吧 那么我们的TCPIP也得提供供我们程序员做网络开发的接口 那这个接口就是我们的Socket套节制编程 这就是这三个名词 在这里给大家过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有所了解 而我们今天的进入Socket变成的第一讲 我们将会做一个简单的客户端Socket的一个demo 就是我们扫描我们本地电脑的IP端口 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这是今天的Socket Demo1 我们的第一讲 我们的工程已经建好了 在这个工程当中 我们初始化了两个空间 第一个空间是按钮 scanPodge准备扫描端口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TextView 用于显示我们扫描成功的一个端口 然后这个按钮和TextView完成了相应的初始化 并且按钮绑定了相应的世界 好准备开始书写今天的核心代码 再给大家提示一下 我们今天的内容是Socket的第一节课 完成客户端Socket的扫描服务器上面可用的接口 请注意 用客户端Socket来连接服务器 并且扫描可用的接口 这是一个非常入门级的一个Socket的应用 通过这个应用能够让大家对Socket有所了解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吧 首先这里的话 我们肯定会做一些 我们的按钮会启动一些相应的一些操作 那么这里我们直接比如说我们就是我们的Scan ScanPorts 就是我们的扫描我们的接口 对吧 扫描我们的端口 请注意这里是扫描服务器上可用的端口号 ScanPorts 然后创建这个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来想一想 我们是一个网络编程呀 要扫描服务器就是对应的IP地址上面端口是否可用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一部线程走起 好的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采用另外一种写法 我们创建一个我们的线程类吧 class ScanPorts 然后继承于我们的Thread 在这样依然是一个一部线程对吧 没什么好说的 而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把它的构造方法添加上 这里的构造方法 我们接收两个参数吧 接收两个参数就是我们从哪一个端口 就是我们最小的 mePort 以及我们的MaxPort 就是我们从哪个端口扫描 至哪一个端口 那么这里有端口号 那么我们本地肯定得有接收的呀 mePort 我们的private Intent MaxPort 然后把这个传递的端口号 做一个复制 this.mePort MaxPort 等于MaxPort this.mePort 等于我们的mePort 好了 这样就说 我们传递进来 从哪一个端口扫描 至哪一个端口 并且确定哪一个端口是可用的 好的 那么我们的构造方法写好了 是不是开始写我们的核心ROM方法 ROM方法 直接重写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的扫描端口 是从mini 扫到Max 那么我直接是个for循环 毕竟是从最小的开始扫嘛 对吧 i等于多少呢 i等于mePort 然后 i是小于我们的MaxPort 并且i++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for循环 把所有的指定端口号 做一个for循环 好 有了端口号以后 那么我们就准备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主角了Socket Socket Socket是怎么来使用它呢 大家请注意 这里我们直接溜一个Socket 这样的一个对象 Socket的对象有了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套节自对象跟我们指定的IP和指定IP上的端口号做一个绑定 那么我们就能够访问这个服务器上面的东西了 怎么来绑定呢 我们最常见的有一个叫做Socket Address 这个顾名思义对吧 就是我们的address 我们Socket address 它的话我们直接调用的是它的一个子类的实现 init Socket address 而这里的话会接受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的address 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地址 以及我们的端口号 这里的端口号的话 我们直接是for循环当中 我们传的是i 然后这里的本地的地址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本地服务器的地址是多少呢 我们看一下IPConfigure 它等于192.168.56.1 那么我们这里传递的就是192.168.56.1 我们这里就是访问的 我们本地这台计算机上面的这个所有端口当中 是否有可用的 这是一个小小的测试 好的 有了这样的一个address以后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Socket.connect 来连接这样的一个Socketaddress 连接它 那么这连接肯定是会有异常的呀 会连接成功或者连接失败 连接它以后 我们尝试连接它 同时我们这里可以指定一个 如果连接失败后 一个timeout 一个超时50毫秒 非常的快速 一旦连接 一旦连接失败 连接不上就结束 连接不上就结束 那进入下一个循环 从而测试我们的mainport到maxport之间 到底哪一个port 我们端口号是可用的 因为一旦这个端口号不可用 那我们就connect到这个address上面以后 就会抛出这个IOE层 然后一旦这个端口号可用以后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为了显示 我们还声明了一个textview空间 对吧 一旦这个端口号可用 我们就把这个textview 我们就把这个对应的端口号的 相应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textview 上面做一个显示 而这里要想做显示的话 大家注意这里是一个一部线程 要想操作我们主线程的UI 应该怎么办 没什么好说的 先声明一个handle了 对吧 你只要想一部线程操作一个东西 得用handle了 把它发送回去 对吧 这里就是一个newhandle 这里的handle的话 大家可以注意 这里我们的引用的是loghandle 这里肯定是引用错了 那么我们重新来书写一下 privatehandle 这里我们取的是哪一个handle 大家请注意 handle 这里取的是os当中的handle 这里我们的java util当中也有一个handle 这里一定要注意 os当中的handle 然后new一个handle 然后new一个handle 然后我们怎么写呢 直接重写它 最关键的什么hand message方法 hand message方法 我们直接把我们的textview 把我们传递进来的信息 直接设置到我们的textview上面 而我们textview它是有一个append的 我们少了一个加一个 少了一个加一个 所以我们调用的是append的方法 append的方法的话 我们怎么来加呢 就看我们怎么传了 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连接一旦连接成功以后 我们就handle了.send empty message send empty message 然后这个message 会传一个what 是一个int类型的 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起来 把我们的什么 把我们的端口号传递过去 换句话说 我们在handle message当中 只要接收到这个what 也就是我们的端口号 对吧 那么我们端口号是一个什么类型呢 是一个int类型的 所以说我们要用一个什么send .valueoff 把它给message.what 把我们的这个 int类型的what 转换为一个send 类型的 这就是我们传递过来的端口号 然后这个端口号 它是怎样的呢 这个端口号是成功的 那么我们给它一个备注 就是这是一个ok的 并且加上一个反斜-n 就是换行 又来一个新的端口 我们就进入第二行 同时这里补上它相应的一个分号 这就是一个handle 用于显示 我们发送过来的端口号 把它显示在我们的textview上面 好的 那么我们整个扫描端口的 这样的一个线程 通过socket来连接 一旦连接成功 那么就把它发送过来 连接失败 就进入下一次循环 这样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过程 并且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忘记 一旦当我们连接成功以后 我们的socket的套节制 其实跟我们的输入输出流非常相似 一定要怎么样 close掉 说close这部操作 一定不要忘记 好的 我们的准备线程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一旦掉用scan port 就准备扫描的时候 就直接怎么样启动 这个一部线程 我们一部线程 这个地方接收的是min port和max port 这里是接收的一个最小的端口和最大的端口 这里的话我们随便取一个吧 就1500到1400到1500吧 就这两个 从本地的上 从本地的IP地址的1400这个端口一直扫描到我们本地地址上面的1500这个端口 中间一旦发现可用端口号 那么就会直接把我们的端口号发送到我们的txt view上面做一个显示 大家注意这里有一个灰色的没用 这是提示我们有一个问题 怎么会没用呢 看一下max port这里做了一个复制 然后i等于min port i小于max port 这里是一个bug 把它修复一下 好的 没有灰色了 大家都可以用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准备直接运行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们的整个项目工程 启动的是一个义步线程扫描指定IP地址上面的指定端口 并且发现可用的端口号显示在我们的txt view上面 并且ok等于换航 好的 我们看一下这扫描我们本地计算机会出现怎样的一个东西呢 好的 还是把我们的日子打开 然后把我们的level级别调到我们的walling 我们看一下警告当中 这里我们的项目已经跑起来了 当我们扫描这个端口的时候会发生怎样呢 点击扫描端口 这里看见没有 这里有快速的日子在进行打印 这个打印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先不管它 这里请注意我们的左边 1483冒号ok 就是我们1483这个端口是可用的 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日子到底是写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soc的连接的timeout异常 fair to connect 192.168.56.1 然后这个port 1489 就是换句话说 当我们扫描1400到1500之间 这中间不可用的端口号的时候 它就会打印抛出这个异常 一旦扫描到可用了以后 就会添加到1483并且可用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利用套节字 来扫描一个服务器 或者说一台计算机上面可用的端口号 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 是希望大家对soc的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再来回顾一下 newsoc 然后初始化了一个soc.address 指定了访问的IP地址和端口号 做了一个connect 这也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下一节课将会 当利用我们连接好的soc 做一些数据的输入和输出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